吳昆達飾演一名思覺失調患者 劇中他因數數突然出現 加上各種刺激再度併發 他認為演戲遇到最大的困難 就是角色的眼神轉變 怎麼是觸發到他那個開關 就是在這個拍攝過程當中 不斷在尋找 做功課上面 因為現在影視比較發達 所以說我會在YouTube上面 看到一些關於 他可能本身就是病有的 然後或者是說病有的家屬 然後他們拍攝他們的狀況 對職子打罵 多年不聞不問的叔叔 請到台劇的熟面口 夏靜庭飾演 他分享導演給大家 很大的發揮空間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集氣表演 我覺得角色他是 每個人他都活在 他自己不同的狀態 我們盡量不要去 事先預知到說 對方是什麼樣的情況 好久不見的陳明珍 飾演仿視職工 為了更深入了解角色 他親自跟師姐 拜訪一個個弱勢個案 跟在他旁邊學習 所以其實我接觸到的個案 我看到的個案 幾個個案 都讓我滿印象深刻的 導演他呢 永遠就是很正面的 的怎麼講 心態 在面對這樣的一部戲 這樣所有的角色 所有的場景 所有的困難 包括工作人員 包括天氣 精神疾病 你會怕嗎 大愛劇搜尋者 透過演員的精湛演技 忠實呈現 慈濟仿視之功的 所見所聞 大愛新聞 周慕如許英豪台北報導 如果你不停地 多不停我